那我現在就繼續下一個要點了,如何被聖靈充滿? 那這裏是我從聖經去找出這些的,如何被聖靈充滿的方法 那第一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那個... 對不起,我們先停一停 因為等剪接的剪會,他知道這裏要停,我先停一會 好,我們現在繼續會說到,如何被聖靈充滿的這個下一個主題 聖靈充滿,我之前有說到,聖靈充滿雖然是被動式,是聖靈充滿我們 不是我們令到我們被聖靈充滿,是聖靈的工作 雖然聖經講到是被動,不代表我們不做任何事情 那聖經講到不同的被動式,不代表人是不做任何事情的 譬如,人得救,they are saved 不代表他們沒有悔改信靈耶穌的,即是他們都是有做一些事情的 那不是代表他做的配得救恩,而只是說當我們做這個時候,我們可以領受神的救恩 去得到神的救恩,去receive,去領受神這個次的禮物 但是那個依然的動作是被動式的,是他們被得救,被拯救 而這裡的聖靈充滿是被聖靈充滿,但是不代表我們不做任何事情 我們一樣是親近神,去處理生命,以及去遵從神 好了,被聖靈充滿,第一就是悔改,恨戶罪,求主赦免,以及離開一切的罪 不只是悔改,有時候有些聚會都叫人悔改,悔改 只是悔改,不是全面性的對付罪 是我們要深信罪的破壞性,並且找出方法如何去對付罪 我自己很深信任何的教導,需要很指明告訴別人怎樣去離開罪 或者怎樣處理生命,是需要說出那些步驟 不只是對付罪,譬如很多人在情緒的問題之中 很多人在情慾,或者憤怒,或者在一些不好的習慣 譬如有了毒癮之類,那你只叫他倚靠神,遵從神,親近神 神會給你力量,神的確會給你力量 但是他不知道他現在面對的是什麼問題 他不知道他現在面對的是因為人的犯罪的習慣 以及人的罪性,喜歡犯罪 人是本身喜歡犯罪的,譬如那些人吸毒 他是享受吸毒的,所以他有個力量拘捕他 而且他本身有孤單,很多人犯罪 譬如是情慾的罪,很多時候是因為孤單 他沒有人喜歡他,沒有人接納他 所以他就會吸毒,或者跟人有性關係,或者看色情的片 令到他有些舒服的感覺,有些開心的感覺 是因為他孤單,這個是需要處理的 處理第一,處理他跟神的關係 讓他知道從神可以得力,神是會祝福凡親近他的人 而犯罪,就算求主射臉之後,都依然有破壞性 譬如當一個人經常在情慾之中 他就算悔改求主射臉 他犯過的罪,是會令到他心中留下一些樂人 令到他覺得自己污衛 還有呢,有些人知道他有情慾的問題 是會懼怕他,跟他有疏離的感覺 亦都有人對他有沒有失去信任 那這個是一些犯罪的後遺症 他需要知道當我們犯罪的時候,是會有這些後果的 然後呢,神給我的方法就是這個德性五部曲 就是我留意到這個罪,第一 第二呢,我深信他的破壞性 第三,聖經教導我們怎樣做呢? 聖經吩咐我們怎樣做呢? 第四呢,就是祈禱親近神 求主赦免,同主得力,得著神的力量 然後第五呢,選擇信服 就是當我們消化了這些一切的真理 我繼續犯罪是會破壞我的 我想不想做回一個得神企悅的人 神祝福的人呢? 首先有些人就不相信神的祝福是很大的 他經常說,你看那些愛耶穌的人 又是有苦難,又未必是很有錢 一樣有困難 那麼他看不到他裡面的生命的改變 我們在神的路上不代表我們沒有困難 但是神會在我們生命中做奇妙的工作 更新我們的生命,讓我們有喜樂平安 在裡面無論我們經歷什麼困難都好 我們有喜樂平安 有信心面對一切的困難 並且神會提升我們的生命 我們發現那些愛神的人 真是他們一步一步進入神的祝福的 那麼這個就是很多人不知道這件事 我們需要分享給他聽 我們走神的路,神就很歡喜了 我們不走神的路,神就會 神就... 就是祂不能夠全面聖祝福我們 也都繼續犯罪的時候 神是可以一直疏遠我們的 因為神不能夠跟罪在一起的 所以我既然知道這麼嚴重 我就選擇了 我選擇了 這個選擇可以包括很多東西的 譬如有些人孤單 他首先要學習 我要學同人交往 我學習欣賞 教會裡面有弟兄姊妹 對我這麼有愛心 那麼我呢,跟他們交往 而交往的時候不是只是他要學習 不要只是吐苦水 他不斷吐苦水 是他是很難有好的朋友的 他也都學習關心人 也都坦誠講出他的問題 還有他真誠地想改變 他告訴別人 我是有這個困難 我真的想改變 請你幫助我 這樣他說的時候 是很多人都會願意幫的 不過有些人就不是的 因為他那個思想模式 他錯誤也都沒有人跟證他 或者別人跟證他 他又不聽 他呢,就繼續只是吐苦水 哎呀,誰對我不好啊 哎呀,我很生氣啊 很生氣啊,很煩啊 那麼他只是這樣的時候呢 很多人是束手無策 都不知道怎麼幫他 那麼長期是這樣 每天每次都是這樣 經常都是說,哎呀,我又犯罪了 我又很煩惱了 我現在很不開心,我很生氣人 那麼其他人就會 就是逐漸不懂得幫他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是輔導的人 不是每個人都學過怎樣去處理這些人的 那麼變了就會對他們放手 那麼他們就走不了神的路 所以需要建立回 他的很多東西建立的 建立就是一個人能夠處理罪 第一,建立他跟神的關係 深信神很愛他,看重他 雖然他犯過很多罪 但是神依然看重他 神很想祝福他 那麼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神是很想祝福他的 那麼第二呢就是 他是需要建立他的自信 他的自我形象 自我形象第一就是從神的愛 神接立我們,神體重我們 神體重我們,我們是寶貴的 我們是君尊的祭師,屬神的子民 聖結的國度 我們深信我們是有很尊貴的身份的 但只是深信尊貴的身份不夠的 為什麼呢? 即是他很深信自己的尊貴身份 不過他經常都是跟別人的關係不好的 經常都被人排斥的 經常都建立不了關係的 就跟別人相處就很多時候碰釘的 就是那些人又不喜歡他 因為他經常說負面的說話 所以跟別人交往很有問題 做什麼事又失敗 或者他根本沒有行心去做 所以又遲到,又做不完 那就會停止的了 所以他整體失敗的時候 他很難有一個健康的自我形象的 健康的自我形象 對於我們 對付罪、處理罪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很多人為什麼叫做犯罪? 因為他覺得自己沒有用的 他經常覺得自己是 什麼都失敗 是做不到事情的了 沒有用的了 所以他就放棄自己 所以他是需要建立這個自我形象的 而建立自我形象 不是一下子可以建立到 那一下子可以建立就是什麼呢? 我深信 雖然我犯了這麼多罪 神仍然很想幫我 神仍然很想更新我的生命 想祝福我 這一部分是可以即時改變的 但是他建立他的自我形象 就是我是寶貴 我能夠跟人有正常的交往 這件事是需要時間的 還有他有處事的能力是需要時間的 就是一個人如果他只是信 神會看中他 但是他跟人相處 沒多久就吵架的 他是不會覺得自己是重要的 是寶貴的 所以這個一定是需要他 學習 建立他自己的整個生命 那這都是整個人的建立 在《光臨德》後書有講到 就是我們的爭戰是什麼呢? 就是 就是 所有的營旅 插毀所有的營旅 將人的心意奪回 使得都信服基督 就是說 叫人整個心意 整個人 傳現回到神那裡 因為有很多人 他們只是教一樣東西 就沒有傳現性的教導 所以很多人是不懂得 建立人的生命 也很多人不懂得 建立自己的生命 就是自己裡面 依然有很多負面的事情 很多不開心 很多煩惱 於是他的生命 是很多破口 所以我鼓勵大家 這個被四年充滿 第一 真是悔改 憎恨罪 知道罪的可怕 是刻意離開罪 刻意是 怎樣對付罪 建立自己整個生命 建立自己整個生命 以至自己 不是在自卑 自憐 負面的思想 深信自己是寶貴的 我是很寶貴 很重要的 神會使用我 神會祝福我的 我聽話一定蒙福的 他在這些處理上 他能夠處理 他整個生命都歸向神 的時候 他才能夠全面性得到神的祝福 聖靈充滿是一個高度與神的關係 當一個人經常都自卑 他是很難聖靈充滿的 有時候有些人 他找我 他在網上看到我的影片 他說 拜託你為我祈禱 拜託你幫我祈禱聖靈充滿 讓我可以經歷聖靈 我生命改變 我說你不只是第一步就是經歷聖靈的 你需要重建你整個生命的 你才可以被聖靈充滿的 就是有很多人有個誤解 一旗一套就搞定了 這個是錯誤的 就是需要我們刻意地去處理生命 建立我們的整體的生命 然後我們才能夠 就是被聖靈逐步的充滿的 OK 那我也有很多教導講了怎樣對付罪 就是我們的罪怎樣對付呢 就是 譬如說我們有低沉 有負面 我們深信呢 低沉和負面是會破壞 我們和神的關係 和破壞我們生命 令到人對我們沒有信任 破壞和人的關係 是有破壞性的 那我就選擇去感謝神 選擇去感激神 選擇去愛神 遵從神 讓我知道神喜悅我 所以我可以歡喜快樂 我可以開心 我可以感恩而開心 心裏總是去深信 我生命是寶貴的 去建立這件事的時候 它就會逐步被建立 逐步生命被建立 可以處理這個憂鬱 低沉 我自己深信 靠著聖靈的能力 和跟從聖經的教導 可以逐步建立 但有很多人 進入了憂鬱裡 是很難出來的 的而出局很難出來 而那個重建 是需要全面性的 也都很重要 就是這個人需要配合 他需要自己刻意去說 我生命是寶貴 我是可以建立的 我有進步 我就感謝神 我就歡喜快樂 我有什麼做不到的 就是我們求主幫我 給我力量 讓我能夠做得到 是逐步處理生命 它就能夠逐步 勝個憂鬱 譬如我自己 我曾經是 因為有不同的人的攻擊 所以有時候我會有懼怕 在裡面無緣無故會懼怕的 那我就 我又不是很大的懼怕 就是總之心裏面覺得 一種壓抑的感覺 然後呢 我就親近 就是我一直深信 我是寶貴 其實有一些 對我有傷害的人 已經 已經離開我 都不是跟我一起 我不需要再 想回他們所做過的事情 我不需要計較 他們拿不走 神給我祝福 我就選擇去感謝神 選擇去多謝神 讓我呢 不被這些懼怕影響 而活在神的喜樂平安之中 那這個是我 刻意的處理 都是經過一段 一段長的時間 然後呢 逐漸是沒有了那種懼怕的 這個是需要刻意處理的 所以希望大家都刻意處理 我們內心裏面 任何的負面思想 負面情緒 任何的不好的事情 都求主幫助我們去處理 OK 我剛剛所說的就是 聖靈充滿第一點就是 我們悔改 知道罪的破壞性 我們求主卸免我們 並且憎恨罪 憎恨罪 我知道罪的破壞性 罪比癌症更加可怕 任何的罪 包括負面思想 負面情緒 很多人不覺得負面情緒是罪 其實負面思想 負面情緒就是不信神 跟神沒有一個好的關係 其實凡是 當人不能夠盡心盡性 盡意盡力愛主我們的神 因為這個是最大的解明 凡是做不到這件事就是罪 這個就是 罪的其中一個定義 有其中一個希臘文的定義 就是Harmatia 是不中的 射箭的時候不中的 不能夠做到應該做的事情 我們不能夠盡心盡性 盡意盡力愛神 就已經是罪了 憂愁 擔心 憂慮 埋怨 這些全部都是罪 但是很多人就不覺得是罪 所以他們就會給藉口自己 人家這麼壞 所以我就會煩惱 這樣的人是不會被四年充滿的 他一定是很多煩惱 一定很多不開心 一定是受影響的 所以希望大家真心去面對罪 處理罪 讓我們能夠靠主耶穌得勝 勝過這些一切的罪 OK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關於這個四年充滿的方法 第一步就是怎樣被四年充滿 就是離開罪 恨惡罪 處理整個生命 讓我們建立自己健康的自我形象 讓我們的生命不要活在低沉 憂鬱 覺得自己沒有用的狀態 OK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